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FC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 圣魔法师 本作出品的时间是1989年 虽然发售的年代很早 但游戏的素质却非常好 我录制的是一个汉化的版本 汉化的小伙伴是逆游的五彩鱼 五彩鱼汉化的游戏 其汉化素质我就不用多做介绍了 这次汉化它使用的字体和之前不一样 以至于我第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这是谁汉化的作品 所以后面特意去查了一下 这个汉化的版本推荐给大家 通关的剧情 关卡的名称 魔法的名称都进行了汉化 游戏整体的流程是六关 大家看现在这棵树 它是一棵南瓜树 查资料的时候发现 这个场景叫做南瓜的大墓 来到了第一关 诅咒教会的boss战 本关boss叫做人烧卫士 boss看起来很凶猛 但是它攻击的范围有限 这一点可以利用一下 还有一种打法 就是和boss拼命 拼命的打法在游戏的初期不太推荐 因为人物的血量现在只有三格 还不是很扛拼啊 拿到了一个新的魔法 开场的时候默认可以使用双子火 刚才捡到的魔法是暴风雪 魔法一共有五个 不同的魔法消耗的法力值也是不一样的 双子火的话默认是消耗二 暴风雪就要多一些了 消耗十 当然了 人物的血量上限 还有魔法上限都是可以增长的 我切换成了暴风雪的魔法 暴风雪魔法可以把岩浆冻住 人物可以站上去 另外可以让砸兵停止运动 这里要注意只是砸兵 一些大型的精英怪 是不受暴风雪魔法影响的 冻住的岩浆可以清理掉 这样方便通过 冻岩浆的时候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最下层的最好不要清理掉 因为下方默认是深渊 掉下去的话就是一条命 第二点是在速通打法的时候可以迈雪 撞进岩浆的内部 然后再冰冻 这样可以节省下来一些拆除冰块的时间 由于游戏的难度非常高 速通的打法我不太推荐 这款游戏稳扎稳打如果能够通关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看人物的形象 关卡的设计 还有一些道具 感觉这款游戏和恶魔城非常像 每个冰冻魔法会持续一段时间 刚才我是等了一波节奏 防止时间到的时候 我正站在岩浆里边 这里捡到了一个瓶子 增加了一格的血量上限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道具吧 可以捡到小型的蓝色水晶球 还有小型的心 就是少量回复你的法力和体力 蓝色的瓶子和红色的瓶子 是大量回复你的法力和体力 另外刚才捡到的心之容器 可以增加血量最大值的上限 也有增加法力最大值上限的物品 物品的样子是羽毛 另外还有人偶 捡到之后是奖命 这里是第二关 赃物地狱的boss战 这个boss叫做战争核心 很多小伙伴看到他可能想起了魂多罗初代的最终boss 天王创魔心 打这个boss最好就是站位 站位的打法有两点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点就是你站的位置并不是严格确定的 它前后有一点点浓缩的空间 第二点是刚才我为什么要蹲下攻击 实际上你的手柄或者是模拟器 连发的速率开得非常高的话 你是不用蹲下的 因为boss发射出来的攻击方式 你在空中就能够打碎 但是我的连发只是默认的 和咱们小的时候玩的红白机的连发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只能蹲下来确认 把boss的攻击方式给打碎 不然的话 他是有几率打中我的 大家看啊 简简单单的一个下蹲动作 就包含了这么多的细节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本作的难度确实是有 流程当中很多小伙伴也应该能够体会到 这种难度不是简单的刷新怪物决定的 它可能是由怪物 还有当前的版面设计 形成的一个综合性场景决定的 有一个好消息是 本作的关卡是不现实的 而且被消灭的怪 绝大部分是不会反复刷新的 所以如果想降低难度 你可以选择稳扎稳打的玩法 如果选择这种玩法的话 通一次关 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时长我是撑不下来的呀 所以很多地方 我就采用了一些陶克类的打法 这个怪是在打架呀 还是跳舞 打架不如跳舞 刚才介绍道具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介绍完 咱们在游戏的后期 还可以捡到龙头的标志 主人公可以变成飞龙 另外游戏当中还能够捡到 四种能力道具 第一关曾经捡到了一个手朵 它的作用是打碎石头 第二个道具是靴子 能够让主人公跳得更高 第三个道具是法杖 目前我还没有 它的作用是让主人公的魔法 消耗的法力减半 这个是神器 相当于你可以使用的 魔法数量加倍 因为这款游戏很多地方 如果不使用特定魔法的话 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甚至是无法通过 最后一个道具是披风 作用是增加防御力 前面又有一个新之容器 咱们要拖一拖 然后再剪 起码把这个怪消灭掉 很多时候拾取生命容器 还有羽毛的时候 都要考虑一下资源的消耗 血量掉了一半 这样的话 血量最大值上限来到了五格 上面掉着的蝙蝠 它敞开翅膀的时候 弱点才会露出来 平时收着翅膀的时候 并不是攻击它的最佳时机 来到了第三关 独台大陆的boss战 本关的boss非常特殊 是双子boss 一个叫做阿克塞尔 一个叫做斯拉什 但你如果让我分 哪个是阿克塞尔 哪个是斯拉什 我是分不出来的 因为这两个货 应该长得一样 又拿到了一个魔法 现在已经有四个魔法了吧 除了双子火 暴风雪之外 还捡到了破坏者 破坏者是一个直线性的 强力的疏忽魔法 超传动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 释放之后 它会围着轴弓转 有一定的护身效果 同时输出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地方太坑了呀 跳过去之后 才能够见到敌人 那其实我可以在原地往前跳 稍微带下屏幕 然后再折返回来 但万一跳大的话 就会掉到坑里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 前方的平台作为落脚点 只踩了一个边缘 就又回来了 第四关 黄金神殿 前三关我大概用了十分钟左右 但是后面的三关 二十分钟都打不完 越到后面 关卡的时长就越长 现在施展的就是超传动 可惜绕着主人公旋转的只有两个魔法球 可能也是受到了红白鸡的技能限制 如果一起来五六个的话 那就无敌了呀 我的魔法只剩下十了 超传动已经施展不出来了 给大家说一下魔法的操作 按住暂停之后 方向的上下来切换魔法 确定了魔法之后 在流程当中 你可以按选择键 来切换普通形态和魔法形态 魔法形态的时候 主人公是蓝色的 这个时候按攻击键 就是施展魔法 很多时候 你需要在使用完魔法之后 切换成普通的形态 所以就能够看到 主人公是蓝色和白色 来会切换的 游戏爆出的道具 还是有一定随机要素的 所以没有资源的时候 可以选择拆这些障碍物 或者是清理一下 比较容易清理的怪 我现在拿到了法杖 这样的话 在游戏的后半流程当中 就多使用一下魔法 这个怪非常热 击败它之后 它会爆出来一个龙头的图标 咱们捡到之后 就可以变成飞龙了 不能让它掉到坑里 掉到坑里的话 不算是消灭掉 变成龙了 可以快速的飞行 但是龙的形态 是不能够切换场景的 所以一会儿到了板面的边缘 还要切换回去 这里运气不错 打出来一个回血道具 切换的话是按选择键 增加魔法上限的道具 一会儿再减 连发的速度不太快的情况下 可以推方向的前 感觉射速能够变快一点 我猜测就是人物移动的时候 往前的一小步 抵消了攻击之后的硬直时间 大概是这个原理吧 刚才的生命容器 我也是拼光了血量才减的 现在血量最大值的上限 来到了6 魔法上限来到了122 本关的boss 黄金巴比伦 一共有三个组件 弱点是眼睛 这里我就开着魔法来打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站位 稍微往右一点 这样的话受伤 不会一下被推到平台的下方去 已经击破的部分 他的柱子就不会再转动了 方便玩家判断 还需要打哪个部位 拿到了最后一个魔法 雷鸣 雷鸣的消耗是最大的 又变成了飞龙的形态 其实游戏完全可以多加一点 飞行的关卡 当年很多的动作类游戏 关卡的类型都是比较丰富的 像早年的鳄鸣先生 不仅有动作 还有竞速 以及低人程射击 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 故事发生在魔法纪元666年 大家听这个年份 有点太6了吧 这里我要插一句 这个年份 我看了资料之后 第一反应 不是它有多6 而是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游戏 那就是火焰文章 多拉基亚776 当年真是太喜欢玩 圣战戏谱和多拉基亚776了 好 插话结束 咱们回到这款游戏 在魔法纪元666年 发生了一件大事 地下帝国的暗黑魔王 布莱克斯雷尔 这是音译啊 音译的话就是暗黑杀戮者 他率领着恶魔军团 入侵了人类的克里姆森王国 克里姆森也是音译 音译的话是深宏王国 国王罗尼四世 将两个年幼的王子 兰迪和扎克 交给了自己的家臣奥吉 潜藏在了一空间的格罗利王国 两位王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用心地学习魔法 想要有朝一日 报灭国之仇 17年后 魔王的实力也是越来越强大 甚至扭曲了易次元的空间 把魔爪伸向了格罗利王国 刮走了王子扎克 在这种情况下 王子兰迪 也就是主人公 出发去寻找 传说当中的五枚 王国魔法勋章 只有这样 才能够救出扎克 向魔王复仇 所谓的五枚勋章 就是咱们流程当中 使用的魔法 这里又遇到了非常难缠的怪 耐久非常高 拼血的话都要打半天 这款游戏我在玩的过程当中 体会就是 难受 很多地方 他的怪物刷新设计 包括他的关卡设计 就是为了让玩家难受 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的分支路线 需要把下面的落脚点打碎才能下来 一般情况下 这种地方打碎之后掉下来 就是一条命 刚刚我施展了一下雷鸣 目前来说雷鸣的消耗比较大 不能多用 往前走 回头再来减增加法力最大值的道具 血量最大值现在到了7 魔法是166 增加血量上限 还有魔法上限的道具 减完之后 他会把你相应的资源回复满 所以剪之前 最好是把当前的版面清一下 关于剧情方面 我有一点需要补充 我看五彩鱼汉化了游戏之后 有小伙伴给他留言 说游戏可能是存在其他的结局 我查询了很多资料 没发现本作有第二个结局 另外大家想一下 游戏的汉化者是五彩鱼 那什么是汉化 汉化就是破解呀 而且不是一般的破解 它是把整个游戏的结构 大卸八块 找到文本 各种数据 甚至图像 存储的位置在哪 然后进行修改和替换 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 GBA游戏的各个汉化组 往往他放出了汉化的room之后 也会同时放出这款游戏的金手指 所以说说到修改 说到对游戏的了解 汉化的这些人才是最了解的呀 五彩鱼没有发现 这款游戏有第二个结局 所以我是比较支持他的看法 游戏的进度 到了第五关的后半段 难度已经非常不友好 刚刚的魔法屏 被我带出了屏幕消失了 有点遗憾啊 我的魔法现在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左右 血量看着也不多了 刚才我是直接逃跑了呀 不能和敌人进行纠缠了 这里看起来是一个分支路线 可以往上或者往下 游戏前五关的分支 往往是收集到一些物品的收集 下面可以捡到一个增加法力上限的道具 174了 上限应该可以提升到200多 这里又有一个增加法力上限的道具 但是我要往上走 把敌人清一清 血量补满 刚刚的血瓶可能是一个固定给的道具 为什么这里会固定给一个补给呢 因为前方不远就是boss站了呀 本关的boss站 这个boss叫做全力努力 能够看到他有四个组件 弱点就是中间 这个非常好理解 很多boss的设计思路都是这样 这里可以卡一个位置 也算是变相的拼血吧 打完 打完之后就出了扎克 接下来两兄弟就要面对 最终关了 所谓打仗亲兄弟啊 游戏很多时候会用到闪屏的效果 第六关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 暗黑杀戮者 作为游戏的最后一关 它的关卡结构是最特殊的 和前面的关卡相比 本关是真正有了路线选择的 一共两条路线 难度不一样 能够收集到的道具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肯定是要走 收集的东西比较多的这条路 我先放了两个雷鸣 然后才来捡魔法道具 这个地方大家想一下吧 落脚点是现实的 所以移动起来要有节奏 动一次 往前走一段 然后等时间再动一次 我感觉这个长度一口气是过不来的 刚才这种怪不用雷鸣的话 非常难清理 它的移动速度太快了 226 200多的魔法通关的话已经够了 242 这里有上路和左路 大家如果自己玩这款游戏 选择了左边的路线 我仍然建议 往上路走一下 因为上路刚上去 你会捡到一个奖命的道具 这个地方我把 敌方的精英怪 卡到墙壁里 让它移动受限 我再从后面来 把它射爆 这个打法有一点猥琐 前面还有一只 但是由于距离过远 可以不打 因为它身后 这个版面就算过了 是个出口 所以利用了一下小怪 把我撞过去 撞的时候 你要撞过来 面向右 这里蜘蛛的数量太多了 奖命 这个奖命 我不是主动捡的 我是被蜘蛛碾上来的 前面有两次拼命 拼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技巧的 有细节的 不要被敌人撞到 你可以被他发射出来的飞行道具打到 撞到的话 大概是 是子弹输出的三倍左右 非常疼 所以刚才这里我就回头跑了 水量可以回满 现在的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 但游戏前面的难度更高 这个场景使用暴风雪 空中有很多的飞行骷髅 这个骷髅的移动轨迹 比恶魔城的美独沙 还要让人难受 一步一步的走 召集的话很容易 被骷髅 撲下坑里 这个怪刷新的位置 离板边太近了吧 我进来就撞到了 快点往下走 波罗的炸异物里面 能够翻出补给的道具 来到了本关的一个难点吧 这里比较难处理的 不是敌方的精英怪 而是刚才大家看见的 绿色的那个球体 最好是等它不在屏幕的范围之内 咱们一点一点的清怪 这个地方就把我撞下来了 我就只能放一个暴风雪 希望不要过来撞我呀 如果他过来撞我的话 我会选择站在 各脚点的边缘 让不至于直接被撞到坑里 前面还有 这个地方只能先动一下 然后拼过去 因为冰冻的时间是有限的 在冰冻时间结束之前 快一点过 这个场景真的让我感觉 什么叫 为难你 刁难你 这里的补给可能也是固定给的 因为马上也要BOSS战了 暴风雪是冻不住这种大的骷髅怪的 但是飞行骷髅是能冻住的 最好是把它冻住 万一被撞一下的话 可能之前你所付出的跳跃的努力 就都白费了 最终BOSS战 最终BOSS暗黑杀戮者 两个形态 既然有两个形态 可以变身一次 那就说明 他有做最终BOSS的资格呀 弱点一共有五处 现在是 打爆了三处 我的法力还剩下70多 感觉不能支持雷鸣的释放了 整个最终关 可能最终BOSS 是难度最低的 他的二形态 你直接攻击弱点就可以了 开场他会对你进行攻击 这个也非常好躲 而且咱们是飞行形态 让BOSS的弱点 大量喷射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通关 那好吧 这样一款红白鸡平台的动作游戏 圣魔法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 感谢NEO的五彩鱼 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汉化作品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 %114 未经历 万别 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